大家好 现在市场的早点 当然是在中美元首会议面之后 基本上是可以说贸易战方面 暂时修建 也同意重启谈判 另外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另外一些商品加征关税 但是现有的就不会取消了 同时也会放宽对华为的献击 另外中国方面当然是也要跟美国买货品 所以整体来讲 结果都是差不多预期的 所以市场也是欢迎 起码暂时来讲 中美关系不会进一步紧张 另一方面 美国两贸数位局主席 Powler这个言论 虽然是在特朗普总统非常大的压力底下 他基本上也是对于市场放出一个信息 就是数位局政策的考虑还是比较独立的 也不会受到一些短期的因素的影响 所以这方面也对于数位局会采取比较积极的降息的行动方面的预期 有所降温 现在这个当然是市场还是期待 本月数位局会降息 0.25% 这个几率比较大 但是0.5%现在也有估计 但是这个几率应该现在不会太大了 另外中国方面最近公布的数据 其实也是反映贸易战方面的影响 5月这个工业利润数据飞幅1.1%的一个增长 4月份是3.7%的一个跌幅的 但是整体1到5月的话 还是跌2.3% 这个也是经济下行的一个指标 基金流向方面我们看出 这个美股方面就从先前流入转回到流出 市场方面就持续流出 但是这个规模认为有一些减少 流入这个预股的基金还是持续的 但是规模也略微减少 另外这个港股通方面也录得这个净流路 从这个资产表现方面 基本上升到现在高的水平的话 虽然是调整的压力不算是太大 但是几乎上升的动力也在慢慢减弱 所以这个很多市场方面 基本上都是维持非常小的一个变动 还有就是美惠认为卷强 所以对于一些商品 比方说黄金方面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本周的话基本上大致上有加期了 昨天也是港股的假期 另外美国方面这个周四的话也是独立一日 这个加期 焦点都放在这个周五 美国那个最新的一个就业数据来评估 未来出美局方面那个货币政策 所以大致本周的展望的话 基本上当然是中美能够暂时修建 对于整体市场还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所以美股也上升 但是看起来这个上升的对于初步的反应 已经在股价反映出来了 所以在进一步上升的话呢 需要更多的利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估计呢 这个也会有可能美股呢 在创这个新高之后呢 有可能会认为出现一些回吐的压力 另外A股方面呢 也对这个中美领导方面达成这个结果呢 表示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 当然是外围股市做好的话呢 对港股应该也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回顾一下 这个五重六角去翻身 五重我们是确实是重了 恒生几处跌了一层 六月份的话呢 回升了6% 上半年的话呢 还有一层的一个涨幅 所以七翻身的话呢 应该是会释放略为做好 因为根据过去统计 08年到18年的话呢 11年里内 9年是升的 2年是跌的 所以这个升的那个几率呢 比较高 但是呢要注意呢 幅度我估计呢 应该不会太大 最好的情况 还是到3万点 但是呢 如果是回调的话呢 有可能会落到大概是2万7千点 这个水平 这个标的方面呢 因为这个环球的央行的货币政策 还是比较宽松 所以预计呢 会对于商品方面的那个价格呢 有一定的那个支撑的一个作用 内地方面 受到经济放滑的影响 钢材的需求也放滑 产品价格也下跌 所以拖累这个钢材股呢 手机的那个盈利呢下跌 但是呢 我们预计呢 在这个秤经济的情况底下呢 国内是需要增加那个基建的 所以对于钢材的需求 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估值来讲呢 这个钢材股呢 相对比较便宜了 很多这个大龙头的钢材公司 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率呢 大概是0.5倍到0.7倍 所以我们建议呢 可以趁低吸纳 另一方面呢 这个在预期 美国那个利率往下降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这个重资产股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尤其是一些地产股具备 也有这个租金收入的一些 龙头地产股 因为呢 5月份 这个私人的物业价格呢 还在创一个新高 另外呢 未来5年 香港每一年的那个私人住宅 供应量只有16000伙 相对这个每年的19000伙 那个需求的话呢 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房价很难回落啊 所以这方面呢 对于地产股 还是相对比较有利 所以如果是大肆方面啊 这个收政的时间啊 这个标的呢 还是期许啊 可以啊 作为一个吸纳的一个对象啊 以上 谢谢大家